上下古今坛 演艺时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演艺 欢迎各位收听上下古今坛 今天在节目里 我们要与大家继续一同解读三字经 这一次我们要读三字经里的第五第六两句 狗不照姓乃迁 照例我们还是先看这六个字的字意 第一个字当然是看狗不照的狗 狗这个字草之头下面一个文句的句 显示它最原始是用来作为草的名字 狗草究竟是什么样的草 长得什么样子 现在已经无从考证 不过这个字的字意经过演变 后来用来表示三种意义 就是随便 暂时与如果 表示随便的 比如说不苟言笑 就指态度庄重 不随便开玩笑 不敢苟同 只不愿意随随便便 就表示同意 表示暂时的呢 比如说狗言残喘 指的是暂时勉强的维持生存 狗且偷生 指的是暂时将就者活下去 顾不得将来所可能发生的祸患 至于三字经里的狗不教 用的是刚才我们讲的三种字意里的最后一种 如果 狗不教就指如果不好好教导的话 再看不这个字 这个字本来是一个象形字 画的是花地的脂肪 也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花朵与知径相连接的地方 加上花蕊下垂的样子 就画成一个布字 后来呢 这个字演变成表示否定的意思 事实上否定的否字 上面一个布 下面一个口 就表示并非如此 接下来我们看教这个字 这个字很有意思 因为它非常特别的传达出 我们古人的伦理观念 与教育思想 教字的左边 是一个孝顺的孝字 孝这个字 上面是老字头 下面是一个子女的子 这是一个会议字 显示子女在上 扶持在上的老人的样子 这个字啊 非常生动的表达了古人认为 父子之间所应该有的关系 说文解字上说 孝是善事父母者 意思就是说 能好好对待父母 就是孝 教育的孝子 为什么左边居然是一个孝子呢 因为最早的社会 没有专任老师 教育孩子的责任 就在父亲身上 尤其 只成父业的这个现象 在古代非常广泛 父亲在这一方面肩负了成先起后的责任 对于孩子必然比较严格 孩子在承受压力的情况下 一定要先做好 善事父亲的心理建设 才能够认真学习 教字的右边是一个铺字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反文 铺这个字 下面那个右画的就是一只手 手高高举起 拿着一根教边 这个字可以证明 古人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赞成体罚 凡是铺布的字 像攻打的攻 收成的收 效果的笑 敌人的敌 政治的正 救命的救 恭敬的敬 数学的数 这些字所代表的意义 几乎都与手里拿着一根 长得像棍子一样的工具有关系 教字由笑与铺 两个字所组成 可以知道古代的老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时候 一方面要求学生对老师需要有顺从恭敬的态度 一方面在必要的情况下 老师可以对学生施以体罚 再看姓奶迁 姓奶迁的奶在这个地方当副词用 用白话来说就是于是就这样的意思 文天祥正气歌里有一句 时穷节乃见 说的就是一个人类在真正的气节 要等到危急关头 于是才会显现出来 有一个法律术语大家应该都听过叫做告诉奶论 指的是某一些刑事案件需要有被害者提出告诉 于是国家才会追究被告或者是嫌疑人的罪责 从这里可以看出奶字的使用方法 牵这个字与我们前面读过的性相近习相远 这个近汉远两个字一样也是错步的字 所以它与行走距离有关系 牵这个字本来是向上攀登的意思 工作上从比较低的位置改变到比较高的位置叫升迁 一经一挂上说君子以见善则迁 意思是说一个君子看到自己还没有能做到的善 需要提升自己才能到达这个善的境界 所以迁这个字是指向上提升或者向上走 诗经小雅上的出自幽谷迁于桥木 说的就是小鸟从深谷里飞出来停在高大的树上 所以当我们祝贺朋友搬家叫做乔迁之喜 也就是祝贺朋友搬到比原来更好的地方居住的这个意思 不过文字的意义会不断演变 后来迁这个字从向上攀登 渐渐变成了只要改变地方就可以叫做迁 所以后来从高到低也可以叫迁了 所以观直被贬叫做左迁 被放逐到蛮荒之地也叫做迁 狗不叫信乃迁的迁 这表示人性不会一直停留在人刚出生也就是最初的状态 如果不能在后天加以正确的教导于是就会有所改变 三字经的主张是人之初性本善 这个本善的天性如果有所改变显然是往不好的方向改变 换句话说如果不好好加以教导孩子的天性无法维持原来的善 于是就会有变成恶的可能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老祖宗一向重视教育实在其来有志 教育不但能维持并且增强了一个国家的国力 同时也更能确保人民在思想上的善良与行为上的正当性 今天节目的时间又要到了 下一次我们要谈三字经理的教之道贵乙砖 亲爱的朋友期待下次与您空中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